美国参议院周四一致投票批准立法 防止华为和中信通讯等被视为带来安全威胁的公司 从美国监管机构获得新的设备许可证 据路透社报道 安全设备法案是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努力 该法案上周在众议院以420票比4票的投票结果获得批准 现在要提交总统拜登签署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称 像华为和中信这样 接受中国政府指导的公司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并没有容身之地 该措施将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查或向其涵盖设备 或服务清单上的公司发放新的设备许可 联邦通讯委员会在3月 根据2019年一厢指在保护美国通信网络的法律 认定5家中国企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受到影响的公司包括华为和中信 还有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有限公司和大华股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